神算和神魔是浪費還是神配? 今天拉上虛實一次搞懂這三個頂級激略型特技的差別 先來看這三個特技的說明 神算,對智力比自己低的敵方部隊施展激略必會成功 與全激略有所優勢 神魔是部隊激略成功時施展會心一擊 虛實呢,對智力比自己低的敵方部隊施展全部隊激略時必定會成功 遊戲內神算的特技說明很曖昧 怎麼叫全激略有優勢 完整的來說是,神算使用的全部激略都會暴擊 並且不會重智力比自己低的人使用的激略 發現了什麼? 前半句叫做深謀,後半句叫做看破 看破是必定可識破智力比自己低的地方部隊所施展的部隊激略 OK,也就是說拼湊起來是神算等於虛實加深謀加看破 注意這邊不是洞察 洞察是必定可識破敵方部隊所施展的部隊激略 洞察不需要智力這項條件 神算只能識破智力比自己低的武將使用的激略 只能算是看破的功用,不是洞察 也就是說,以智力100的諸葛亮為例 任何一個武將只要智力訓練達成100後 不但不會被必定中技 還有機會反暈諸葛亮 機率會是15% 搞懂了神算深謀虛實 那麼回到敲碗的問題 神算和深謀是浪費還是神配? 神算和深謀都有激略暴擊 加起來會暴暴擊? 答案是不會 以最常使用的攪亂為例 不管是神算還是深謀 使用的技謀都只會暈住對手 包含暈的當下共3回合 把神算和深謀湊成一隊 暈對手還是只會暈3回合 抑制部隊的異常狀態 也就是混亂和衛爆 包含暈的當下 總共最多就是5回合 不會再多 對了,正在乘算範圍內有助於解暈加速清醒